哈囉,我是火龍 這個也是介紹 怎麼放地圖檔跟資源包 因為有很多 剛玩minecraft的玩家 不知道怎麼放地圖檔 還有資源包 我用這個影片來做一個示範 給新手參考 首先打開就資料夾 打開之後你先點這個C槽這個位置 在這裡點這個位置 然後你必須打上一個指令 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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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下Enter之後你就會看到 來到這個地方 就會來到這個地方 那你在這邊找 minecraft 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點進去就好了 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裡面有很多minecraft的資料夾 那如果你有裝那個 畫局 齁 就是載入的模組的話 就會有這個 mods 這就是放那個 模組的資料夾 這個必須要先裝 FORG1 要有裝這個模組之後 才會有這個 mods 才會有這個出現 如果你沒裝的話就沒有 OK 那 你的地圖檔 地圖檔就是這一個 saves save 儲存的 這就是地圖檔 放地圖 放地圖的地方 在這裡 好 那 這一個的話就是 照相 就是你在遊戲裡面 按下 F2 你按F2之後 它會有一個照相 照相 它會把那個 那個影像儲存進來 它就會在這邊 這個是儲存的那個影像 在這裡 就是如果你有照 照那個 遊戲裡面的照片的話 就在這邊 好 再來就是你的 資源包 資源包就是換那個 材質的 遊戲裡面的材質 這一個 這個地方 放在這個地方 OK 那就是這樣 那你的地圖檔要放入的話 就是去 比如我們在巴哈 在巴哈 在巴哈這個地方 我們在地圖分享的地方 比如說我想玩這個 跑酷 那這 那個人家介紹的跑酷 那 我這邊 找那個窄點 這個 沒有 不能下載 隨便找一個 這個 窄點 這個 如果我要玩這個地圖 然後點一下這個窄點 好 現在就下載這個地圖 地圖下載好之後 它是一個 壓縮檔 那你必須 因為這個要有裝那個 一個 壓縮的層次叫 RAR 那就會看到 是這個圖案 是這樣 如果沒裝的話 就是 可能是別的圖案 現在這個 你點進來之後 就會看到這個 資料夾 這是人家做好的地圖 那再來就是你要把這個 放到這個 save裡面 打開 這是 地圖 放地圖的地方 就把這個 壓縮檔裡面的 把它拉進來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就把它拉過來而已 OK 把它進來之後 就是在裡面了 好 那我們開一下那個 minecraft 那就會 開 單人地圖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這個 地圖檔的名稱了 那這個 很容易啦 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 發現 有很多 剛 接觸這個 minecraft的 可能 不太懂 所以就 做這個影片 這個登錄會 比較久一點 那其他的 放資源包 也是這樣 也是可以 就是 把這個打開之後 然後再放過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剛才也放好了 這裡 夠要死的地圖 這樣就 完成放那個 地圖的動作 就是你 向彎 這個 把他板上去燒的地圖 就是這樣放 就放進來 就好了 OK 就那麼簡單 那如果是要換 材質包的話 很容易 一樣 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放材質包的地方 目前 這個沒有材質包 那我們去找 喜歡的材質包 好 看你喜歡什麼 巴哈板上也有介紹 哦 這裡 材質資源 在這裡 那我們隨便找一個 好 隨便 哦 這個是 人家 介紹的 資源包 哦 這個 隨便挑一個 挑自己覺得還不錯的 把它下載 這個是原文的網址 那這是 點過去就是英文的 所以要看一下 只要認得大概是這個 在這個地方 這一個網站的話 就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download下載的 好 這一樣 就把它下載下來 好 下載好了 很簡單 就把它放過來 這個位置 這裡 這個就是資源包的 那個 英文 名稱 那就把這個整個拖進來就好了 拖進來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來 現在在這個遊戲 看一下 資源包 有了 讀取到了 那我們必須做一個動作 就是點過來 這樣 然後再完成 這樣就會套用到這個資源包上面 等一下 OK 好了 這個畫面 變成這樣 就是成功了 OK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那其他的話 就是 應該就沒有什麼 那 這個模組的話 就是你必須要 裝好那個 FORG 那個模組 畫局的模組 才會有這個 MODS的資料夾 那這個MODS的話 你就是要 到這個模組 看一下 巴哈板上 可能有介紹一些 模組可以玩 那 那 模組的話 就是比較 一些複雜 比較複雜的地方 就是 呃 有一些模組 可能要 裝另外的模組 這樣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裝的話 像這個其他 這個都有一些教學 啦 巴哈板上有很仔細的教學 可以看 對 那只要到 呃 你也想要 下載的 那個模組 那裡 這樣 比如進到一個 我要下載這個 整理包包的 我隨便 那這個是他 推薦的網頁 也是國外分享的 每一個網頁都不一樣 好 就 點 你要的版本 下載就好了 然後下載之後 你把它拉進來 就好 就這樣 拉進來這邊 那我這個是 1.7 跟1.8 會有一個分類 自己分類的那個資料夾 可以做 版本 切換用的 而這1.7 就放1.7 那玩模組的話 就是要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 你這個版本 一定要 一樣 你下載的版本 一定是要一樣 1.7.10 1.7 7.10的版本 不然就會 可能會 打不開 或者出現那個錯誤 那1.8的話 就是1.8的 1.8 就一定是1.8 這都是1.8的 所以 你要注意你下載的那個 版本 不要 混在一起 那就會打不開 OK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 就是 教一些 剛 玩那個 Minecraft的人 可能不太懂的地方 那這個影片 喜歡 喜歡 喜歡